我想下午要用蒙福的婚姻来做我们彼此的学习 跟彼此的分享 婚姻非常重要 因为婚姻在乎一个家庭的完整跟幸福 一个家庭如果是完整是幸福的 我们的教会就会更加的兴旺 所以婚姻是教会兴旺 教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来彼此相爱 很多人这样讲 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 基督教是一个充满神的爱 充满一家人感觉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这个没有错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 如果没有把神的爱 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 那我们在外面的表现 其实就是枉然的 只是一种伪装 一种虚伪而已 所以爱要从身边的人开始 爱要从你家里来做起 因为你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爱 怎么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 相对的 你在教会里面说你爱 教会弟兄姐妹 但是你连躺在你旁边的那一个 你都爱不下去了 那你如何说你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离婚 台语很有趣说 不爱不爱 不爱也叫不爱 当你不爱的时候就不要 所以你如果不爱就不爱 你不爱他就会不要他 所以为什么很多独居老人 他生活会很辛苦 因为他的孩子不爱他 所以不爱他就不要他 为什么婚姻会导致分开 会导致离婚 因为那个爱不见了 爱不见了 那我们知道爱是从神而来 那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就要把这个爱发扬出来 要把这个爱把它表现出来 让这个爱一直的扩散下去 那下午我想说 用这个蒙福的婚姻来做彼此的学习 那其实我要用这个蒙福的婚姻 我的第一点 是要用洗礼的意义 来做婚姻的一种勉励 其实从五大教育里面 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但是当小弟在分享 这个五大教育内容的时候 发现其实跟婚姻有蛮多 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跟勉励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只能讲第一个部分 就是洗礼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加拉泰书第二章 加拉泰书第三章 二十七节 加拉泰书第三章二十七节 加拉泰书第三章二十七节 因为国语讲到 所以我读经就用台语念了 因为有些人可能国语也听不太懂 二十七节 你们修世 这几粒基督的都是批代基督了 这里讲到 受洗归入基督 就是批代基督 所以受洗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归入 那婚姻的意义 难道不是归入吗 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 讲到神设立婚姻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所以就使那人沉睡 取下他一条肋骨 把肉合起来 造成一个女人带到那人的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所以婚姻也是一个归入 就是女人归入男人 因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洗礼是归入基督 所以你没有洗礼 你不能领圣餐 你没有洗礼 就不是这个教会大团体里面的一份子 所以你不能担任圣工 你可以协助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你可以帮忙开车 帮忙煮饭 帮忙接待 帮忙做一些清扫的工作 但是你可以当负责人吗 不行 可以当教员吗 可以领师翻译师勤吗 不行 你能够协助事工 但是你不能担任圣工 因为你并没有归入基督 你并没有归入这个大家庭当中 所以你是不属于这个家庭里面的 不属于这个教会的 当然你可能经常来慕道 经常来聚会 对教会很熟悉 但是你就是不能领圣餐嘛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想 没有洗礼就是没有归入基督 你没有洗礼就不能领圣餐 那婚姻也是归入 那你没有跟他结婚 为什么你跟他发生婚姻的性行为呢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你没有婚姻的这个关系 那你为什么去跟他发生婚姻的行为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不是说我后来再结婚就好了 我怎么样 现在外面的行为就是这样 只要不违反他的自我的意志 不要强迫他 都是可以的 这是外面的环境 这是外面的观念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 在我们圣经的教训当中 并不是这样 所以西伯来书那边说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误会 苟合形影的神必要审判 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 所以你没有婚姻的关系 就是没有归入 就不能归入对方 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所以婚姻就是一个归入 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现在这样的社会 对于性的自主 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无所谓 但是我们要勉励我们年轻人 包括我们长辈 也是一样 不是你的 你就不应该爱 所以在洗脚礼的时候 13章 约翰福音13章那边讲到 耶稣既爱属他的人 爱世间属他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那是什么意思 婚姻只能爱属你的人 不属你的 你不能爱 不是你的 你没什么爱 而且爱告对 不是爱伴 不是他漂亮 他帅的时候 我爱他 但是当他老了 他病了 他丑了 他变形了 我就不爱 这就不对 要爱到底 所以在洗脚礼的婚姻的意义里面 就讲到了 爱属你的人 跟爱到底 当然这个是刚刚顺便讲到 这个要讲就会 又扯到那边去了 所以婚姻是归入 没有婚姻的关系 你就不能跟他发生关系 就不能跟他发生性行为 第二点 洗礼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第六章 第四节 第五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这里讲到洗礼是与主联合 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同生天 所以洗礼的意义 就是与主联合 所以在婚姻的意义当中 难道不是联合吗 刚我念了 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那边 讲到 所以他 亚当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接下来就讲什么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婚姻的意义 也是联合 也是联合 既然是联合 就是怎样 就是一体的 就是不分彼此的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 彼此成为责任 彼此联合 就是不分你我 我们经常在婚礼的时候 会听到正道的传道 或者长子 讲一个例子 所以婚姻就像两张纸 用胶水把它粘起来 然后就不能撕开 因为撕开之后就是破碎 就是撕裂 就没有办法完整 这个比喻非常的好 联合就是这样 而且是借着神 把两个人联合在一起 所以神所配合的 人不能分开 人不能分开 但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 却是不包括年长者一样 对于婚姻越来越不看重 对于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无所谓 曾经有一个教会的大学生 他跟他的女同学发生关系 然后啊 他就跟他爸爸讲 爸 我跟我的女同学发生关系 怎么办 他爸说 你就要跟他结婚啊 你如果再娶别人 就是犯奸淋 没错 我们教会的教导就是这样 他说哦 好嘛 娶就娶嘛 所以他爸爸就跟他讲 你要跟女生讲 我们哪时候去他们家 去跟他谈一谈你们的事 所以女生就跟他爸爸讲说 爸爸那个某某 某某同学的爸爸 说要来谈一谈我们的事情 他们就约好时间 就这个男方啊 的家长就带着这个男生 带着他的妈妈 还有教会的长子 传道 就大队人马到女生的家去了 然后到女生的家 遇到女生的家长 就跟女生家长这样说啊 某某先生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的儿子啊 不懂事 欺负你女儿 你的女儿 对你女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为了负最大责任 我们拿出最大的诚意 请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儿子 这样讲都没错嘛 结果啊 这个女生的爸爸怎么讲 蛤 这样就要嫁哦 如果这样就要嫁 我不知道要嫁整个人 听得懂啦 如果这样就要嫁 我女儿不知道要嫁几个人 就表示是他爸爸已经知道 这个女孩子已经跟很多人发生过关系 好 现在回到我们教会这个弟兄来讲 你连要娶人家 人家都不愿意嫁给你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就是变成 犹大的最后一个国王 叫做西底家 就挂了 无解 你连要娶人家 人家都不让你娶 那你怎么办 所以 没有婚姻的关系 你不要去归度对方 没有婚姻的关系 你不要跟对方联合成为一体 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 刚刚有讲到 婚姻像两张纸连起来 这个在形容联合非常的好 但是小弟有想到一个联合更好的一个意义的描述 如果你年纪比我大一点的 你应该有听过一首歌 叫做你浓我浓 好不好 你浓我浓 说到最后来是说什么 他讲两个泥娃娃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把他打破磨碎 加上水调和 然后再造两个娃娃出来 然后最后一句讲得非常好 从此以后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这样你要怎么去分割 你要怎么去切割 两张纸你还看得到这一张是黑色 这一张白色 这一张红色 这一张绿色 你还看得出来 那那个娃娃你看得出来吗 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这个就是最高境界的融合 我们就像那两个娃娃一样 那个神就是那个水 借由水让我们联合 所以要记住 没有婚姻的关系 你不可以跟对方联合 不可以跟对方来有性的行为 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 再来洗礼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看一下 《书无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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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节 要不断地去赦免对方 甚至洗礼前我们可能犯过什么样的错 做过什么样不好的事情 但是洗礼之后呢 借由洗礼我们的罪 一切都被神涂抹掉了 都是过去的 就像婚姻也是一样 你结婚前 可能会交男朋友 可能会交女朋友 可能会跟某个弟兄交往 跟某个姐妹论及婚嫁 但是都没有结婚啊 没有结婚 你当然有权利去交往 去认识其他弟兄姐妹 但是结婚之后呢 这些以前的过去 就是过去了 你就不要再去纪念他 有一对夫妻 结婚二十几年 然后他们就想说 哎哟 好久没有去乡下陪父母 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 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请一个礼拜的假之后啊 他们就搭车回南部 去陪父母 那这个弟兄啊 回到乡下之后啊 因为是他的故乡 所以就行礼一丢 就开始到左邻右舍去串门子 去聊天 去哈拉 太太因为不认识嘛 不是他的故乡 所以太太只能够在家里 怎样整理行礼 行礼整理好之后 老公还没回来 太太没事啊 所以就整理老公的房间 在他老公的书桌 最下面的抽屉 最里面的角落 发现一个很漂亮的盒子 这个太太啊 很好奇 就把这个盒子拿出来 打开看 结果啊 不看没关系 看了就怎样 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 因为是他老公之前 跟另外一个姐妹的情书啦 以前我们那个时代 没有BB code 没有手机 没有网路 所以要写信 对不对 所以啊 自写的漂亮的就比较吃香 自写的丑的 人家连看都不想看 所以啊 这个弟兄就把他的情书都收起来 放在那个盒子 这个姐妹啊 太太啊 越看越生气 越看越伤心 越看越抓狂 他们怎么那么好 哇 真是气死我了 他跟我讲话都没那么肉麻 怎么那个姐妹跟他讲话是那么的 哇 那么的爱慕啦 那么的那个亲密 他很生气 又很伤心 又很难过 还没看完就听到老公回来的声音了 就赶快把那个盒子收起来 换回去 因为已经晚餐时间到了 他老公就跟老婆讲 老婆 吃饭啦 你自己去吃啦 心情不好 老婆 你怎么了 为什么心情不好 我就跟你讲我心情不好 你没听到你 到底什么原因啊 如果你不要我去人家家里聊天 你跟我讲啊 你用讲的 不要这样生气 跟着没有关系啦 不然是怎么了 我在跟你讲 我在生气 你不要惹我 你没听到你 所以人家说 真是不真好 无论真到 恰恰 好不好 所以太太在生气 就不要去惹她 所以弟兄就自己去吃 自己去吃饭啦 吃完饭 怎么办 老婆在生气啊 爸爸妈妈问说 太太怎么没有来吃饭 媳妇怎么没来吃饭 她晕车 人不舒服 休息一下 帮老婆说谎 就这样 她在客厅 一直看电视 一直看电视 看到已经唱国歌了 现在电视没有唱国歌 以前有唱国歌 看到12点多了 总是要进去嘛 现在进到房间 还是要装可爱一下 老婆有没有好一点啊 还有没有在生气啊 怎么可能不生气 你到底是生气什么啦 如果你要怎么样 你用说的 不要这样生气 这样真的很不好 你要我怎么说 你自己做的你知道啦 我到底做什么 你又不讲 我怎么知道 我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弟兄是 是很无奈 太太生气 弟兄不知道 所以我到底做做什么 你要人家死 也要给人家一个理由 所以这个时候 太太就把那个盒子拿出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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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就 完蛋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个礼拜 夫妻都不讲话 那个爸爸妈妈看得很紧张 也很难过 到底怎么了 又帮不上忙 后来回到北部 这个这一对年 这也不是年轻啦 跟我年纪差不多啦 这一对夫妻啊 因为跟小弟都蛮熟的 因为这个姐妹 在我们当初是女神级的姐妹 女神级哦 很厉害的 我们都偷偷喜欢 都不敢追她 那 那个时候啊 刚好那个安息日 我到他们教会去领会 弟兄就把我找去 兄弟啊 救命啦 我说怎么了啦 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 我就说好了 那我去处理一下 我就去找他太太 我跟他说 你老公很优秀 他说啊 他优秀哥 特一四生啦 那我说那他不优秀 你怎么会嫁给他 我当初我真的是瞎了狗言啦 我哦 蜘蛛叫我拉蜡狗言啦 那个 我当初那么多弟兄追我 我怎么去嫁他 真是 气死了 我说对啊 当初追你的弟兄 不止一串肉粽 一串肉粽几个 你们知道吗 二十个 对 我说追你的不止一串肉粽 是一串鞭炮 鞭炮几个你知道吗 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追他的弟兄 像一串鞭炮那么多 我说 那当初追你的弟兄 有没有写情书给你 当然有啊 我说那些东西呢 要结婚了 我就把它烧掉啦 我说对啊 你比较聪明 你要结婚把它烧掉 你老公比较笨 没有把它烧掉 所以才被你撩包 所以啊 我说如果你把你当初 跟那些弟兄的情书 拿起来跟你老公的尬看看 你一定是完胜 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 他笑一笑 我说啊 你很优秀 你老公也很优秀 其实当初我也很喜欢你 但是我都不敢追你 因为那个差距太大 因为你是女神级的 我们这种是那个 那个 那个 不路流的 所以根本不敢对你有什么想法 你们这么优秀 后来结婚了 其实讲难听点 最后得奖的人是你 你怎么会跟那个没有中奖的人 在生气呢 对不对 他跟他以前在怎么好 至少他不是他老婆啊 至少他们没有发生不该做的事情啊 他们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啊 正常的交往那有什么不对呢 你怎么会去在乎这种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拿以前的事情来折磨对方哦 婚姻 拿古代的事情来遭他对方 这种是很不好的事情 吵架过了就过了 不要一直拿起来 一直倒带 一直播放 你当初我就怎样 你当初就说我怎样 你当初就怎样 得理不饶人 其实婚姻生活当中 得理也要饶人 也要饶人 所以洗礼起来就是新的啊 以前那些通通过了 通通是过去了 所以赦罪完全清除 起来就是一个新的 既然起来是一个新的 所以当然就是有新的生活 新的家庭 新的未来 那我们继续看洗礼的另外一个功能 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 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 罗马书六章四节 所以我们接着洗礼整立四节 作为埋葬 我还是叫我们一季一当 有新生的用心 像是基督 接着白英雄 对四来 给我一眼 这一讲到 洗礼起来之后 要有新生的样式 所以洗礼之后 叫做新人嘛 重新开始 重新的一个生活 重新的一个日子 所以结婚也是一样啊 你结婚那一天叫什么 叫新人 对吧 结婚叫新人 是怎么叫新人 因为以前的古人 今天开始就是新的 今天开始就是一个新的生活 是一个新的未来 所以既然是新的 就要怎样 把以前的一些生活习惯 以前的一些生活模式 以前的一些不良 也不能讲不良 因为也不见得是不良 就是要去做调整 因为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原生家庭 每个人有每个人 原生家庭的生活习惯 所以有的人 我们经常听到 连挤牙膏就会吵架 对不对 挤牙膏 有的人是坚持 一定要从屁股开始挤 有的从肚子挤 从头挤 乱七八糟挤 我太太就是从尾巴 开始挤的人 我就是乱七八糟挤的人 我第一天 刷牙 我牙膏拿起来乱挤 她就跟我说 为什么牙膏乱挤 我说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 结果 我到现在回到我岳父家 我还看到我岳父的那个牙膏 后面有夹子 然后这样夹的 我太太嫁给我不久之后 我们就两个一起乱挤了 她也改变 这个还不够有趣 有一对亲婚夫妻结婚一个礼拜 然后遇到了我 这个弟兄就跟我喊救命 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边讲过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好玩 姐妹的原生家庭 他们家衣服收下来 从得救收下来 都拼碰衣 都丢沙发 所以他们家的沙发是给衣服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他们家的沙发 那个衣服是混为一坛 混为一坛 要洗澡的时候要怎样 要挖宝 要寻宝 然后抓宝 然后再去洗澡 然后要去教会呢 一样要挖 一样要找 一样再抓 所以这个女生的家是这样的 男生家不一样 男生家她妈妈 衣服从竹竿收下来之后 要怎样 要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条 就来三来孤 二三外孤 爸爸妈妈 而且要回到她的本地 本家本族 要各归各国 不能住在家流浪 要回到她的本地 本家本族 还要放好 这两个人结婚会怎样 就很趣 结婚几天后 这个姐妹从衣服收 从竹竿收下来就丢沙发 弟兄就说 老婆 这个衣服放这里的吗 不放这里放哪里 没有啊 衣服不是要放衣橱 衣橱是放不穿的 对吧 衣橱是放不穿的 所以你现在衣橱是放冬天的 放夏天的 等一下那个过不久就要清仓了嘛 就要两个换一下 衣橱是放不穿的 没有那我妈都怎么样怎么样 你妈那么棒 你娶我干嘛 你就娶你妈就好 阿老婆你比较厉害你来用 就弟兄不会用啊 怎么办 所以就只好越来越多嘛 安息日就遇到我 所以弟兄就跟我讲这个事情 我说很简单啊 怎么处理 我说你是中级班的老师嘛 那晚上下午聚完会 你就清教组结束之后 你就跟学生讲 老师刚结婚 今天请你们到老师家 看影片吃点心 但是不能让你老婆知道哦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下完课啊 这个学生就来了嘛 就按电铃叮咚叮咚 然后这个老婆就去接电铃 请问是谁 老师你们刚结婚哦 所以我们到你们家来走一走 来看看你们 他老婆说哦好好好 等一下 那等一下之后就跟老公讲 快点啦 然后两个夫妻就把那个衣服 包到房间里面嘛 然后整理一下 然后开门之后 老师怎么这么久 没有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所以学生就来看影片 看影片要回家了 学生就说 老师我们下次可不可以再来 他老公就说 欢迎你们有空常来 他老婆就大腿把她捏下去 最好不要来 结果这样学生就常来了 怎么办 常来就要常常搬 这样是不是方法 那如果你是那个姐妹 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来隐喻直视娘 如果你是那个姐妹 你怎么处理 有谁知道 后来我们那个姐妹怎么处理 佩涵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这个故事过 没有听过 后来啊 这个姐妹啊 在 她的房间 再买一个沙发 摆房间 丢沙发是习惯 不能改 但是沙发的位置 可以改变 所以客厅的沙发是给人做的 房间的沙发是给衣服做的 后来啊 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弟兄回到她的家里 回到妈妈家 又看到妈妈在各从其内 各归各国 弟兄就说 啊 没那么麻烦 拼碰你就好 这个太太又把她捏下去 竟然出卖我 所以啊 我们经常会很坚持 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立场 一定要这样 啊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常跟年轻人讲 调整自己 成为适合对方的人 而不是要求对方 成为适合我们的人 你如果要要求对方 成为适合我们的人 他永远做不到你的要求 你会很生气 但是如果我们调整自己 成为适合对方的人呢 那我们就会怎样 就会比较轻松啊 对不对 就会比较开心啊 就会比较容易做到啊 因为我们要求自己 所以在婚姻的生活里面 不是去要求对方 不是去挟制对方 不是去恐吓对方 要他照着你的方式去做 而是我们可以尽量的来配合对方 所以我上次在大同领会的时候 我讲到婚姻的 圣经中的婚姻密码嘛 讲到长长久久 要怎样才能够长长久久 要同你所爱的七快活度日 在传道书的九章九节 快活度日才是王道 对方的快乐就是你的责任 你要怎么样去让对方快乐 你要怎么样让对方高兴 如果婚姻两个人 都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主要的 一个目标跟方向 其实你的婚姻就会很快乐 你就不会去惹对方生气 你就不会去让对方难过 因为你只会让对方快乐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的 所以既然是新的开始 那个旧有的习惯 旧有的生活模式就要去调整 而不是去要求对方 照着我们的生活模式去做 如果你一直要求他 那婚姻生活就充满了许多的冲突 跟许多的问题 那洗礼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忍耐很大的痛苦 所以耶稣才说 求父让这个悲离开我 因为这是苦悲 很苦 所以既然是苦 所以就要忍耐 那有一次在一场婚礼的时候 一个传道 正道的时候 他就讲到 那个婚姻 就是忍耐 婚姻的意义 就是忍耐 因为爱的真谛讲什么 爱的真谛讲说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仁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所以只有两个字 讲两次 是哪两个字 忍耐 而且放在最前面 跟最后面 所以那个传道就说 你爱一个人 就要从忍耐开始 到忍耐结束 所以恒久忍耐 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限长 很长 就是恒久 无限长 那人最长是什么 就是一辈子 所以你爱一个人 要喝奶一世人 讲到最后叫 凡事忍耐 什么叫凡事忍耐 就是无限宽 无限广 那个叫凡事 全部的事情 所以你爱一个人 你们结婚之后 就要忍耐 要忍耐一辈子 要忍耐全部的事情 以太太来讲 你要忍耐老公的 想港脚 要忍耐婆婆的坏脾气 要忍耐小姑的欺负 要忍耐可能老公被裁员 像现在那个疫情严重 就放无薪假 所以你要忍耐 没有钱的日子 你要忍耐孩子的哭闹 你要忍耐什么 忍耐什么 然后就跟老公讲 你要忍耐太太 有时候生理期的时候的情绪 你要忍耐太太的花钱 你要忍耐太太的怎么样 忍耐忍耐忍耐 讲了很多忍耐的那种分享的道理 因为小弟是介绍人 当传道的正道完之后 过不久就换介绍人致辞 对不对 然后我就把他们介绍的过程 讲完之后 我就说 来我现在要请问这一对新人 如果 我请问你们新人 刚刚传道在正道 有没有认真听 有 我说 请问姐妹 如果你嫁给她之后 你的生活都像传道 刚刚讲的都是忍耐 你要不要嫁 我才不要 那我就问弟兄 如果你娶了这个老婆之后 你的生活都像传道 刚刚讲的那些忍耐 那你要不要娶她 我也不要 我说 忍耐 是必要 但是可以不需要 要听不 忍耐是必要 但是可以不需要 你必要忍耐 什么叫必要忍耐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没办法改变 没办法调整的 比如睡觉打呼 很多老公都会打呼 对不对 甚至老婆打呼的也不少 那那个能不能改变 没办法 你打呼 他也是狂 所以这个就要忍耐 但是你可以调整 可以改变的 你就不要让他忍耐 对不对 所以忍耐是必要 但是可以不需要 如果你把你的生活作息 你把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改变 调整一下 对方就不用忍耐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领会 然后聚王会之后 因为那是在比较远的地方 礼拜六晚上我又继续住那个教会 所以礼拜五六聚王会之后 教会聊完天 然后教母就跟他太太请我一起吃饭 然后吃饭的时候 这个教母的太太就跟我讲 永翔弟兄 你今天讲的那个道理 根本就是在讲我老公 我说 怎么了 他说我跟他结婚二十几年 有三件事 我真是受不了 我说哪三件 他说第一件 一边洗澡一边尿尿 那个马桶就在旁边 为什么一边洗澡一边尿尿呢 真是很恶心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说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当兵 当兵因为有洗战斗澡 我想很多弟兄都有这种经验 因为你那个洗澡时间很短 所以你必须要上厕所干嘛 都要赶快在那个同一时间弄完 所以就养成那个一边洗澡一边尿尿的那个 的那个习惯 所以结婚之后就改不掉 所以这个真的是比较没办法 但是啊兄弟 如果你要享受那个太太帮你搓背的乐趣 请你尿完再来洗澡 这个弟兄说 哦好啦好啦 然后我说那第二件事呢 他说他真的很恶心 冬天能 冬天很冷的时候啊 刚刚棉被女生不是很怕冷吗 所以我会看他看平掉哦 然后他老公在棉被里面放屁 然后还对着他太太 我说啊哎呀这个你不懂男人的梗 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国中 还高中的时候 还国小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男同学比较调皮的 会放屁之后放在手那边 然后拿到你身边前 有没有遇过 没逃过吗 没有啊哎呀 那表示你没有跟我同班过 我儿子有一次更好笑 他是拿垃圾袋 然后就爸爸你看 哦快昏倒了这样 有时候男生 有时候他很孩子气哦 其实你的老公有时候像是一个小孩子哦 真小的生了 他有时候是捉弄老婆为乐趣 他觉得这很好玩 所以他并不觉得怎么样 所以我就跟他弟兄 我就跟他老公讲 啊兄弟啊 你老婆不吃这一套 你不要这样弄他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姐妹讲 如果你老公下次再这样的话 你就把他踹到床下去 然后我说那第三件呢 他说他真的哦 真的是很糟糕啦 晚上睡觉哦 挖鼻屎 晚上你睡觉挖鼻屎 你鼻屎丢哪里 吃掉 丢哪里 他说他每次听到他老公说他挖鼻屎 奇怪他鼻屎到底跑哪里去 后来才发现了他老公把那个鼻屎放在哪里 你知道吗 弹簧床跟床头柜中间那个缝他就塞进去 所以就不见了 就这样 我就跟他说哦 你改天在你老公枕头旁边放一个小垃圾桶 上面写鼻屎专用 隔天看没有鼻屎的时候 改天你把那个躺床床拉出来 把他扫一扫 趁他打呼的时候塞他嘴巴 结果他老公就说 兄弟你不要这样害人啦 我说其实你稍微调整一下 你何必让你老婆这么生气呢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 那个叫劣根性 get 其实你稍微调整一下 你老婆不会生气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去惹他生气呢 所以婚姻不是去让对方忍耐 不是去让对方忍耐 不是一直去逼迫对方 一直喝来 咬给他 然后那个恨之入骨 怎样 反正你不能换 不然你觉得哪个弟兄好 你换 你敢吗 拜托你换 没关系 这样要干嘛 所以婚姻不是去让对方忍耐 而是让对方快乐 忍耐很重要 是必要 但是可以不需要 你不要让对方忍耐 你调整一下 对方就不用忍耐 就不会那么的多的怨恨跟冲突 但是有些东西 就是一定要忍耐 比如我刚刚讲打呼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会打呼 我打呼也很大声 有时候办活动的时候 我的干部都跟我讲 永翔大哥 跟你睡觉 我们晚上都要去看星星 因为我会吵到他们睡不着 所以他只好拿着照相具去外面拍星星 很累的时候才回来 赶快躺着睡着了 那就没事了 有一次我安息日 礼拜五晚上排到新北市的一个教会 做那个宣道州的专题 领会分享 他们传道也在 隔天 因为我在石牌教会 安息日领会 所以我就跟礼拜五的那个传道讲 传道 我明天在石牌教会领会 如果我今天领完会再回桃园 明天再从桃园来到石牌 或者给塞 不知道方不方便 那个教会借我住一晚 这样我就不用这样奔波 传道说没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房间 那传道房是通铺 有两个床垫 那我们一人睡一个好了 我就说好啊 既然传道都请我跟他一起睡了 我总不能拒绝 所以我就跟传道一起睡 因为难得在一起 说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 聊到十二点多 传道说明天都要领会 我们赶快睡觉 就打完告啊 一躺下去 不到三分钟 传道就开始打呼 好大声 那个大声到 那个床板会震动 这样 而且啊 那个传道又有那个睡眠呼吸宗主症 所以啊 他那个打呼 然后就停住 然后就 哦好紧张 我一直哈利路呀 我都很怕他断气了 我整个吵整夜睡不着 而且很大力哦 我拿那个毛巾 我拿衣服 把我头绑住 把我耳朵这样塞住 绑起来 都没有办法阻挡那个强烈的 那个打呼声 后来啊 到 好不容易 到五点多 我真的累到不行 我就睡着了 然后到八点多 传道叫我 赶快起来 吃早餐了啦 我说传道 让我再多睡一下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我说什么你没睡了 我已经被你吵整晚了 你还说你睡不着 你还说你没睡好 我说啊 不是你吵我吗 我心里这样想 我没讲 我不敢讲 不是你吵我吗 怎么是我吵你 就后来啊 我回家问我太太 我睡觉打呼会不会很大声 她跟我说 你很累就很大声 好 我就得到答案了 因为前半场 传道吵我 所以我没办法睡觉 下半场我睡着之后 换我吵传道 换传道没办法睡觉 后来我又得到一个答案 我太太爱我 所以她忍耐我的打呼 传道不爱我 所以她不能忍耐我的打呼 我也不爱传道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忍耐她的打呼 后来我遇到他们传道娘 我就跟传道娘 传道娘 你们传道吓死人啊 他说 哎呀 他叫呼声其高 你知道吧 呼声其高 他说啊 那没什么 有一次啊 他们传道被派到一个原住民教会 去注目的时候 因为原住民教会在部落里面 所以刚去的时候 中午长职 负责人就一起到教会 跟传道认识 然后吃午餐 结果吃完午餐 因为都住在部落嘛 所以大家都回家睡觉 那个职室啊 家住最远 离教会大概五六百公尺 在部落的最边缘了 结果啊 这个职室回家睡午觉不久 怎么听到好多狗在叫 那个哇哇哇 但是好像方向是在教会那边 这个职室就很紧张 赶快跑去教会 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结果一到才发现 这些狗竟然在那个传道房的 那个窗户外面那边叫 他接近了才发现 原来这些狗以为里面住了一只山猪 所以那些狗就一直叫 但是更好笑 更厉害的是什么 住在五六百公尺的直视 已经被狗的声音吵醒了 里面的传道还在睡觉 这个叫做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不在乎外在条件的险恶 依然能够睡觉 这个叫做得力 在乎平静安稳 跟约纳一样对不对 跟耶稣一样啊 遇到大风浪 依然睡觉 不受外在的环境改变 就像我们现在的疫情一样 好像很可怕 好像很危险 但是我们依然来聚会 我们依然不受这样的影响 这个就是一种心中的安静 就是肉体的生命 我们不受外在环境影响 所以忍耐是必要 但是可以不需要 但是当这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你就必须要去忍耐 所以有一次啊 我到一个教会分享 然后聚完会也是信徒在聊天 那个他们的教母跟太太 他们刚结婚的第一晚 因为他们是上巴林跟南澳那边的结婚 结果这个姐妹就跟我讲 我老公跟我结婚的第一晚 我吓到赶快去教会睡觉 因为他爸爸妈妈还在教会 还没回去 他吓到 因为他打呼真的太大声了 吓到他不敢睡 他赶快去教会陪他爸爸妈妈睡 陪他妈妈睡觉 结果这个新郎早上起来找不到新娘 然后很紧张跑去找岳父 爸爸爸爸 我老婆怎么半夜不见了 结果竟然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新娘跟他的岳母 还在那个教会的寝室睡觉 但是他们也是结婚二十几年了 现在这个姐妹跟我讲 我晚上如果没有听到他打呼声 我都会很担心 怕他没有呼吸了 没有听到他打呼声 我反而睡不着 所以这就一种习惯 所以去接纳对方 去忍耐对方的不完美 去接纳对方的缺憾 但是我们可以调整的 就要调整 洗礼的另外一个意义 叫做牺牲 因为耶稣牺牲他的生命 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洗礼他是牺牲 耶稣的牺牲 那我们婚姻是不是牺牲呢 其实也是牺牲啊 你爱对方 就会去为对方牺牲 上面叫牺牲 就是不求回报 不计代价的付出 叫牺牲 不用他为我做什么 不用他为我付出什么 我就愿意为他做什么 这种叫做牺牲 所以婚姻也是不断的付出 不断的在牺牲 两个人不断的付出 不断的牺牲 这个家就会完整 如果一方终止牺牲的话 这个家就没有办法完整了 如果两个同时终止牺牲的话 这个家庭就破裂了 这个家庭就没有办法存在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婚姻会出问题 因为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牺牲 爱计较 爱比较 为什么我每天 跟你同时要去上班 但是我就要起来叫孩子起床 然后帮孩子跟你弄早餐 然后还送孩子去上学 然后你去上班我也上班 你下班我也下班 下班你们去洗澡 我就要煮晚餐 煮晚餐煮完 赶快吃一吃去教会 教会吃 教会回来 换太太洗澡 先生跟孩子写功课 玩手机 看电视 然后太太就要开始洗碗 然后开始洗衣服 收衣服 折衣服 拖地 弄到碗之后呢 老公已经睡着了 孩子睡了 太太才有办法睡 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太太就会生气了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 为什么你说 为什么都 我们一起起床 一起怎样 就会生气了 那为什么会生气 因为都是太太在牺牲啊 你先生没有牺牲 没有付出啊 所以要彼此去牺牲 彼此去帮忙 这个家才完整 这个家才会 一直的发展下去 如果婚姻当中 不愿意去牺牲 不愿意去付出 这个家 做到后来牺牲的那个人 会怎样 会很无奈 甚至到后来就不愿意了 因为会受到伤害 所以很多姐妹啊 在刚开始 要准备结婚的时候 我想在座很多姐妹都结过婚 你还没结婚前 你是不是有一个梦想 你会想说 我每天早上起来 我要做爱心早餐 给我老公吃 我要烤面包 我要泡牛奶 那我要撒海苔酱 当头发 我要弄那个香肠 让它当嘴巴 然后放两颗葡萄干 当眼睛 煎两颗蛋 然后弄得很漂亮 老公早餐 有没有这样想过 我想应该多少有 或者是你要想说 我要怎样弄晚餐 因为现在自助餐都不是很干净 怎么样 收水油 什么 你有很多的想法 那你做做做做做 做多久你就不做了 这一天你就没了 现在你没做 他每次都在那边享受 我在那边努力 这要干嘛 所以两个要一起去付出 两个要一起去牺牲 这样这个家庭才会完整 这个家庭才越来越好 如果说只有一方不断的在付出 不断的在牺牲 一方就在那边坐享其成 这样这个婚姻也没有办法维持很久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爱 如果你爱对方 你就会愿意为对方付出 所以就像我们当爸爸妈妈的一样 因为我们爱孩子 所以我们就去为孩子付出 帮他换尿布 帮他洗屁屁 然后帮他喂他喝奶 喂他吃饭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长辈 对我们父母有这么有耐心吗 很多没有 对父母的爱 跟对孩子的爱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去想 爸爸妈妈以前是这样爱我们 那我们用这样来爱孩子 但相对我们要去回报 爸爸妈妈的爱 不是那个酒病就无效值 不是酒病 对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生病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不好 我们就生气了 我们就不要了 所以爱就是要 不爱就是不要 所以当你不爱父母 你就会觉得服侍他 帮他换尿布 是一件很恶心 是一件很受不了 是一件很不能接受的事情 因为你不爱他 你如果爱他 你就不会发怨言 当你爱他 你就不会发怨言 所以婚姻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 对父母 对孩子 甚至对教会 对神 都是一样 你有爱 你就愿意付出 你有付出 才会有连结 你有连结 才会有情感 当你充满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 如果一个教会充满爱 这个教会就不会纷争 这个教会就不会嫉妒 这个教会就不会彼此攻击 这个教会就不会彼此批评 如果没有爱的时候 这个教会就会怎样 充满杀伤力 充满了怨恨 充满了埋怨 充满了计较 充满了冲突 所以爱从神来 神就是爱 所以神告诉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要彼此相爱 因为这是一条新的命令 所以爱要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 爱要从我们太太 从我们的先生开始 我们为着对方来设想 为着对方来付出 为着对方来努力 这样我们的家庭才幸福 我们的家庭才会更加的完美 教会就会兴旺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分享